你要做一次CPU的排程 什么时候 那个时间点 第一点就是说 当有一个程式 它从Running到Waiting 代表它产生一个Io Request 这个时候CPU空出来 所以你要做一次排程 那第二个我们说 Running to Ready Running to Ready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正在Running 那它为什么会跑到Ready Running本身跑到Ready 通常它是因为 Time and Time out 就像Multi-Tasking Time-Sharing 就是我们只给这个Process 一个执行CPU的时间 时间到了 它就一定要被拉走 可是它并没有产生Io 并没有产生Io 所以它不用去Io那边Waiting 它直接就回到Ready Queue里面去 因为它直接 直接回到Ready Queue里面 因为它只是CPU被强制拉走 它其实是可以马上再使用CPU 如果有的话 因为它不再等 所以它不是在等Io 所以这种就是从Running 直接拉到Ready Queue 通常都是Tammer Tammer 所以它直接被拉到Ready Queue里面 第三个就是说 那如果你从Waiting to Ready Waiting就是有一个程式 在等Io 那它为什么会从Waiting跑到Ready Queue呢 就是因为它的Io结束了 但是你要注意到 这个从Io结束的 然后它回到Ready Queue 事实上可能还有另外一个Project 还在Running 就是一个Project在Running 一个Project在Waiting Waiting的等到Io Waiting的就会回到Ready Queue 这个时候你做排程 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在Running 从Waiting跑到Ready的 它不是Running的那个 它是在Waiting的 所以当Waiting跑到Ready就做排程 排程就是要挑新的Process的意思 那你在Running可能就会被换掉 那这种机制我们现在就会讲 那这个一般就是所谓的Pre-Antibes 或者Non-Pre-Antibes的意思 那当然刚刚提到第四种就是 一个程式它没来的结束 一个程式结束 当然你就要再排一次了 所以程式的结束呢 跟从Running到Waiting 产生Io 这两种叫做Non-Pre-Antibes Pre-Antibes就是要掠夺 Non-Pre-Antibes就是说 你不能把一个程式正在执行 到一半的时候 你把它抢走 产生Io是因为它自己产生Io Terminate是因为它结束了 它不需要CPU了 产生Io是因为它产生Io 所以我们CPU就当然不用给它 因为它在等 所以1跟4 我们讲1跟4这种方式 叫做Non-Pre-Antibes 那其他的2跟3都叫做Pre-Antibes Pre-Antibes就是说 一个程式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它没有产生Io 可是它的CPU使用被强制的替换掉的意思 Pre-Antibes就是可以裂夺 可以强制的更换 所以你也知道 刚刚我讲的第二个 第二个是说 它明明在Running 那它为什么跑到Ready 就是因为它Term out Term out就是一个Pre-Antibes 就是说我一旦Term out了 那我不管你现在Running到哪里 我已经把你拿走 这个叫Pre-Antibes 我可以把它掠夺 掠夺CPU 那第三点是说 那我有一个程式在Waiting 那一个程式在Running 那这个Waiting Io一等到 它就跑到Ready 那我这个时候我做排程 那就有可能把这个正在Running 把它换掉 因为我做排程 我如果不做排程 我就会等这个Running 等到产生Io 我再来排 但是呢 现在有一个程式呢 在Waiting 跑到Ready 你就在排 代表说 那这个正在Running 可能就会被换掉 那它正在执行的被换掉 这个就是Pre-Antibes的意思 就是它可以 把一个正在执行的程式 把它中断 然后把CPU一直抢回来 所以我们就来看 什么叫Dispatcher Dispatcher也是一个软体 就是一个模组 那它就呢 Dispatcher本身就是 要把一个process 要把CPU给某一个process 所以你挑到之后 刚才讲 Scheduler是挑一个process 根据不同的演算法 挑一个 好那你挑到之后呢 CPU就要给它嘛 那CPU给它这个动作 你就包含一些什么事情 第一个 你要做switching context 对 你要把 现在正在run的存起来 刚才讲 它的ID啦 它的CPU的resist 它的stake啦 它的资料结构啦 通通要先存起来嘛 然后再把它换成 被你挑到的那一个process 旧的process保存 新的process呢 要恢复它之前 它之前离开的状态 然后它要把它switch到user mode 一般的程式都是user mode在执行 然后降合到 这个新的程式呢 它当时离开的那个指令 另外讲它在做一个IO嘛 它离开了 这个IO结束了 就是IO的下一个指令 就继续之前的这个程式的执行 降合到那个位置去 好 那这个中间当然就需要一点时间嘛 我们叫做dispatch的matency 就是从一个 现在正在执行的程式 换到一个 下一个新的程式的执行 中间包含context的switching 然后千万到user mode 降合到它的这个 新的程式的 这个当时离开的位置 可以继续执行 那这个整个所有的时间 我们叫做所谓的dispatch latency 就是一个切换的一个时间 那这个时间呢 就是每一个程式长短不一定 这个大概这也是一个负担 就是说我们这个plus的切换 就要花一点时间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这个切换不要太 不要太平凡 太平凡的话 这个都在浪费在这个切换的时间 而且这个切换的时间 对CPU来讲的话 这不算它的效率 因为切换的是准备工作 对我们程式执行的这种 比如说到底可以执行多少的程式 可以执行完毕 这个其实并没有帮助 它其实在浪费CPU的时间 只是它必须做这个事 所以这种事情呢 不要切换的太平凡 就是说你切过去 等下又切回来 又切过去又切完 那你CPU都安排在这个切换的时间 真的执行程式呢 比例不高 那这样子不好 好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 好 那我们在做这个CPU排程的时候呢 我有哪些quiteria呢 我有哪些这个所谓的目标呢 首先第一个 我要用CPU的有台带来讯 越高越好 就是让CPU的使用率越高越好 这是第一个 好 那第二个呢 叫做Super 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希望呢 在每一个单位时间 可以执行完毕的process的数量 越高越好 这是我的Super的定义 好 那什么叫做Turn Around Time Turn Around Time就是说 一个程式开始执行 到它结束的时间 我们知道 一个程式开始执行 到它结束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它 它必须先进到RedDQ 然后呢 就让CPU 然后它可能产生Io 那等到Io又回到RedDQ 然后再跑到CPU 它可能时间 比如说一个时间的上限 意思呢 被CPU 意思被OS抢走 它又回到RedDQ 你看它在那个State大部分里面 最后离开 从进来到离开 这个叫做Turn Around Time 一个程式进到这个系统来执行 到它结束所要花的时间 这个也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也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会后面会介绍 我有不同的Schedule Alber 我有不同的演算法 那要看你的演算法的目标 是不是要让Turn Around Time 越短越好 就是说Turn Around Time 它一个程式来开始执行 到它结束 从供所花的时间 因为它中间会在那个State里面 到来到去 跟你的排程有关 你的排程 如果目的是要让Turn Around Time 越短越好 那你的做法要怎么做 第四个是叫Waiting Time Waiting Time 就是说 我们希望这个 程式在RedDQ里面 等待的时间 叫做Waiting Time 在RedDQ里面 Io等不算 在RedDQ里面 那RedDQ里面 最简单就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ice 那就先进先出 先排到里面的 等下就先用CPU 那它用CPU 当然要给它一个时间 不管它产生Io 还是时间到 它就会拉回去 那就下一个 就下一个 在RedDQ里面 那可能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ice 但是不管怎么排 你一旦进到RedDQ 到你移开RedDQ 这个叫做Waiting Time 就是一个Process 进到RedDQ里面 到它真的使用CPU 这个叫Waiting Time 在Waiting Time里面 等待的时间 那我们也希望说 也许这个Waiting Time 要越短越好 因为在这个Waiting Time的过程当中 这个程式是没有CPU的 是不能用CPU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让 Waiting Time 越短越好呢 有可能你是在做 我们叫做 类似叫 Online 或者Interactive的Process 比如说在玩Game 很多人在玩Game 这个Waiting Time 就要很快啊 不能让人等太久 等太久 你互动的机制 效果就没有了 所以变成说 我们不同的应用 我们会有不同的 Quiteria 就是我们到底是要 CPU使用力最快 我只是讨论